财短法人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从2016年开始 推出了以爱之名闪耀反心的公益音乐会 让孩子们拥有演出的舞台以及展现学习的成果 而今年的音乐会定于9月22号 要在台中市大敦文化中心隆重登场 邀请到了来自新一项的孩子共同演出 而这全程是免费入场的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孩子们加油打气 首年的动作精准的挥洒节奏 很难相信有些孩子们才刚接触音乐没多久 财短法人热爱生命文教基金会 从2016年开始推出以爱之名闪耀反心 热爱生命公益音乐会 让孩子们拥有演出舞台以及展现学习成果 有很多的孩子因为要学这些音乐是需要花很多的钱 那我们会很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大舞台的机会 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们让孩子做第二专长的培训 那培训这几年下来我们当然会很希望 每一年孩子都有一个成果分享给社会大众 那一方面让孩子在舞台上面能够产生自信 今年音乐会除了有萨克斯丰德成员之外 还邀请到了来自新一项的孩子 以及其他学习第二专长乐器的青少年们一同来演出 呈现崭新的风貌 除了让孩子们从中获得成就感以及信心 也希望聆听音乐会的民众可以从中获得力量 因为这次是我第四次参加音乐会 然后我们学这个萨克斯丰德 其实大概两年多快要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有音乐会对我们这些学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算是一个阶段性的验收成果 就像是说你会为了这个音乐会的目标 然后去努力去练习 然后希望给就是所有的观众 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表现 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边学习的一些成果这样 学音乐学了三个月 我学了钢琴和木香鼓 学音乐对你来说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打木香鼓的时候 为什么 这样子可以去表演 觉得很开心 今年音乐会将在9月12号 在台中市大动画中心隆重登场 采取免费锁票入场 另外基金会也将推出中秋礼盒 为孩子募集经费 希望社会大众发挥爱心支持 成为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 这样中环台中厂报道